對 未成功轉組 發展聯系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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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他們大部分也是會重視這一部分 那父母親 長輩他們也會在意 就是說還沒有結婚之前 或者在認識的時候 他們就想要把八字拿來 看一下他們的能不能配得好 一認識就拿來 對 有 但是在我們很麻煩 就是在我們民間的一些風俗裡面 他們的習慣性的認為就是說 比如說差三歲是不好 就是小蔥 六歲也大蔥這也不好 或者有一種就是生肖 比如說生肖屬兔子的跟屬農的 剛好是新陳六害 這種生肖配起來就不適合結婚 那這種在我們的農民歷裡面 我們一般每一戶人家都有農民歷 那你翻開一看 裡面都有什麼生肖配什麼生肖是最好的 什麼生肖是不好的 那民間已經被這種風俗習慣給綁住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年輕男女他們要結婚的過程 就是在合婚的過程 會遇到很多阻礙 年輕人他們的八字要合的時候 是合他們的五行的關係 所謂五行的關係就是說 因為在建築一個幸福福音的基礎裡面 還有談到一點就是要發佈 就發展互補的需求 所謂互補就是說 比如說南軍你的八字裡面 你的財庫特別旺 沒有 你的面向一定是財庫特別旺的 那假如說你的先生是一個沒有帶財庫的人 那假如說今天剛好娶到南軍小姐 這種八字配起來就在祖父音助 這個就是發展互補的需求 比如說先生是一個很愛花錢的 可是太太她是一個比較會持家比較節省的 那一互補起來那就很棒了 那萬一假如說是男孩子或者女孩子 雙方面他們都是很小氣的 就是錢就是有去沒出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以後在他們的人際關係裡面 一定會受到某一方面的不好的現象 那我們就是可以透過和分八字這個過程 來瞭解他們到底他們互補在什麼地方 或者彼此他們有什麼缺點 來事先做一個評估 我認為在和分的部分應該是 用一種比較正向 而且是比較積極性的態度來看和分的事情 而不是像以前我們老人家 一和到八字比如說女孩子有那個 戴著臉 替騷秀 女孩子還有帶那種所謂的破月 那這個一和下去的話不和還好 一和下去整個年輕人他們的婚事 這個等於都會被破壞掉 都阻礙到了 對 像我們在研究這一部民間的風俗 甚至在和分的這部分 像我們的業界裡面 他們本身對這一方面有很專家的 很了解的 了解透徹 但是有一些他們是很迷信 他們就是不求聖結 不做實際的去了解說 到底這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我認為說在看和分的這個部分 應該用現代的角度來看 而不能再用以前那種很傳統的 老先生老一輩 我們的長輩他們的看法 對 而且就是好像因為有一些風俗習慣 民情 可能很多人長輩自己就好像變成專家一樣 就可能會說你們差幾歲 三歲 這樣不行 三歲這樣不行 或者就是說同性 這樣也不行 這樣也不行 所以有可能很多一些 就有的一些觀念 可能就是放在前面就已經先 就是先有了一個阻礙在那邊 那其實柯老師的意思是說 其實先不用被那些觀念給綁住的意思 就是要找到好的觀念 那現在我們的訊息都很方便 比如說假如說對這方面不清楚 隨時可以上網去查一些比較正確的觀念 或者就是找對民俗 對我們民間這些觀念比較正確 比較了解的你要去問他 而不能去找那種他根本對這個事 就是莫所成規也沒有再進步 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 像我最近就碰到 你知道嗎 他們找人家合分之後 他們的進房時間 竟然是看下午的六點半 下午六點半 那我還看過最 那時候人家在吃飯怎麼辦 那我還看過最離譜的 就是一般在鄉下還有這麼一回事 在鄉下他們進房的時間 是選擇早上的三點到五點 那請問這個以現代來講話 沒有什麼隱居 這個就很不適合 那今天我就遇到他們 就遇到這個狀況來找我 那我就跟他講 這個是以前用這個時間來看 就是我們看的這一本 就是說在我們的老祖先的智慧 他這一本叫通書 通書跟我們的農民歷是不一樣的 通書是我們的紅皮書 就是專業在看八字 在折日的時候 在使用的一本工具書 那這本工具書裡面 有時候挑到好的時間 剛好就是半夜的三點到五點 就是飲食 這是沒有錯 可是你要了解說 現在的生活裡面 你用這三點到五點 已經引起所有的親戚朋友 整個這個流程 包含他們在做設計的 在做這個流程的 整個都會影響到 所以不符合這種現代的 這種生活裡面 我們已經把那些 舊有的那些觀念 應該在做調整 對啊所以柯老師講的 一點都沒有錯啦 但是我們就是不要去迷信 然後有一些是重要參考 我們還是要放在心上 那有一些可以做調整的 其實大家可以仔細來想想看 看什麼樣的方式 讓我們的婚禮的籌備過程當中 更加的順利 促成這一樁美式 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進入我們這個婚紗拍好了 挑好了 然後合婚日子也看好了 當然就是選定了黃到即日 要來給親吃了 這個場面可是不能忽視 那我們是不是請教一下 我們的林小姐 你們佈置這樣子的一個會場 大概需要花掉你們多少的時間 就是這樣子的一場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新人 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你一定要大膽的夢想自己的婚禮 絕對不要受限於場地說 今天可能哪個地方不適合什麼 我覺得相信我們在很 事前的一個溝通 我們都可以去幫你做客服 我曾經遇過一個新娘子很特別 她是在教堂裡面結婚 然後她是一個舞蹈老師 你看過一個舞蹈老師新娘子 她在自己的婚禮上 她穿著白衫跳舞 然後她告訴我們她想要 她夢想中的一個婚禮 就是要有一個先度利拉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在那個入口的地方 我們就先設計一個 南瓜的馬車的公門 哇好特別對不對 對啊好有感覺喔 然後每個賓客進去的時候 都已經驚呼年年了 然後在自己的一個婚禮的現場 背景的部分呢 我們幫她設計一個大鑽石 然後在一個玻璃鞋當一個背景 用氣球做的 非常非常的驚喜 有故事的氛圍 對 然後在那個新娘子 跳完自己的夢想中的舞蹈之後呢 那個新郎呢 她就在背景的玻璃鞋的前面 跪下來 幫新娘子穿上她夢想中的玻璃鞋 所以我覺得說一個婚禮的精彩度 就是那個用心 你的用心的一個傳達 那相信我們都接收得到 我們絕對會幫你完成 對 也讓所有參與的賓客都會覺得 哇這樣子的一個創意 很感動 對 那其實剛剛林小姐就有講到說 現在你們 現在的那個造型氣球 其實它可以做很多變化 對 你剛剛說馬車啊 我們現在頂多就是說 看到你們這個娃娃 然後越做越精緻 眼睛啊 然後還頭髮 髮飾什麼 都做得非常精緻 這個你們都有花時間 去做一個練習吧 像年輕人 他們一定絕對會把 他們當中交往的一些 點點滴滴的一些想法 呈現在他們的婚禮上 曾經有一個重型機車的一個 一個非常帥的一個新郎子 他就要求我們的一個 陳師傅 陳達人這樣說 我一定要做一台 1比1的哈雷汽車喔 我覺得也是辦得到 非常 你們要堅強接受考驗 對 考試 可是通常 你有需求 你有創意 通常我覺得那一場婚禮 都是最棒的 所以最讓人家印象深刻的 對 所以剛剛我們的林小姐 有談到 就是說溝通很重要 甚至其實包含我們在 問說我們合不合的時候 也是很重要 像比方說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們在談 談婚事的過程當中 因為可能是小兩口很開心 我們要結婚了 但是其實真正的問題還在後面 畢竟是兩個家族的結婚者 我有我的蠟 你有你的蠟 我給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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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蠟這麼多 那到底要遵循哪一個 這個會來問我們的柯老師嗎 你們會經常碰到這種問題嗎 說我要36大禮 幾禮才顯示出 我對這個婚禮的重視 像這一部分在我們現在的生活裡面 其實已經慢慢都已經被簡化了 反而這個問題還好溝通 那現在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像他 比如說一個是基督教 那另外一個他是道教 那他們就是 我還碰過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 本來有結婚的鬧到最後 為了這個婚禮要怎麼辦的這些細節 鬧到兩個年輕人就催了 蛤真的喔 太可惜 太遺憾了 對 反而那些繁文入節 我們認為現在已經 反而可以簡化 比如說送幾樣的東西 對 反正就是讓他盡量吉祥 讓他盡量看起來就是 很有喜氣這樣就好了 主要就是喜氣 然後祝福小兩口 那就是 可是一些到底是要用什麼樣子的宗教方式 如果站在我們民俗專家角度來看的話 會給他們什麼樣子的建議呢 我任何都沒有關係 因為只要年輕人他們願意抱著那種很輕鬆 很愉快來迎接他們的婚禮 我認為用什麼宗教信仰 我認為都沒有關係的 但是有一點我反而觀察到我們 在我們就是目前我所參加過的那個 在訂婚當天的喜宴當中 我碰過好多 他們就是訂婚在一半的時候 竟然南方 南方他們的認為說有一種習俗 就是說訂婚的喜宴吃到一半 魚出來的時候他們就走人了 而且也不能打招呼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碰過追走 好像有聽過就是說 北部來我們就是南北聯姻的時候 好像北部是這樣子的習俗 我所聽到的幾乎都是北部的 人家說的北部的比較多 但是我們在南部 南部的人搞不清楚 人家都這樣也對人家這樣 對 我就參加過一對他們訂婚的喜宴 就是南方到吃到一半的時候 竟然就偷偷就要走了 那我就攔人 我就把他攔下 我說你們不能走 他說沒有這是我們的習俗 而且不能打招呼 我說我合理的懷疑你們的包包裡面 你有燙菜嗎 要不然你為什麼不跟我們打招呼呢 那我們去了解這個習俗 其實就是在農業時代 因為就是大家經濟比較不好的時候 就是說來參加這個喜宴 就吃到一半 不好意思把它吃到晚 留一些留一半的喜宴 這些難得吃得豐盛的菜式對不對 就留一半給女方他們的親友來吃 南方就吃一半就好了 就離開了也不好意思打個招呼 就這樣子 其實這個原本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觀點 可是也變到現在 現在目前大家吃的都很方便的 也沒有像以前農業時代對飲食方面 要吃一個吃醋 要等很久 而且其實感覺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要批評什麼北方的雷 可能就是說 其實大家雙方的親友 也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大家在一起然後吃個飯 然後可以了解 然後吃到一半 也還沒認識 人家就要走了 然後也不敢 因為人家都說不要說再見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他們就要走了依依不捨 然後如果說是女方嫁到南部來的話 可能就會變得就是說 就會感覺那個新娘特別的落寞 因為就是剩下她一個人 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再幫忙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婚姻結婚的時候挑日子 有大月跟小月 那當然好日子大家都要搶 都是要選定那個日子 那請教我們先從秉花老師這邊來好了 遇到大日子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有分身乏術的困擾 基本上來講的話 像我們新娘秘書的行業 我們在時間許可之下 我們大概一天直接服務兩對客戶 好的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